湖南湘西凤凰县竹山村 是一座有着数百年历史的古老苗寨 由于藏在深山中 长期以来这里都被深度贫困所困扰 直到2018年 湖南省文旅厅驻村帮扶工作队进驻这里 仰在深归的竹山苗寨 逐渐修炼成网红度假地 村民生活迎来大变革 深秋事节 中兴社采访小组一行驱车 沿着穿凤凰古城而过的驼江河 一直往上游行驶了近一个小时后 慕名踏入竹山 这片曾经因深山而贫困 如今又因深山美景 而成为网红度假地的不浪苗寨 由于季飞节假日又风阴雨天 记者抵达竹山村时并无太多游客 网红导游龙炳妹 因此也有时间为记者做向导 游览起竹山村 我是负责讲解方面的 我们这边都叫讲解 村姑一个村姑一样的 今年嘛就是说那个疫情的影响 就是工作量还是不大 是一天最忙的时候走到三趟的四趟 因游客拍摄而走红网络的龙炳妹 是土生土长的竹山村人 早年间她曾走南传北做小生意 后来又回到凤凰县城靠颤苗哥谋生 据她回忆 过去想要回一趟家 要通过一道道天欠 随着精准扶贫的深入推进 通往竹山村的公路开始改阔建 湖南省文旅厅驻村帮扶工作队也来到村里 工作队调研后认为 竹山村发展旅游有难得的文化和生态资源优势 决定把旅游业作为脱贫攻坚的主导产业 这个竹山发展的旅游有三个旅游项目 第一个是爱在竹山沉浸市这个体验区 第二个是我们苗岭无边界温泉泳池 第三个是我们的竹山乡区高端的民宿 湖南省文旅厅驻村帮扶工作队队长刘建军说 之后工作队协调争取到上级传统村落保护资金300万元 将村里100多栋苗家传统民居进行修复 打造成织布坊 豆腐坊 晒谷平 银器坊等 错落分布在竹山村半泊部落老竹寨村民家中 2019年狭窄险峻的近村道路被改阔建成国家三级旅游公路 竹山村正式开门迎客 龙比妹辞去县城的工作回到村里当起讲解缘 每月不仅能领到3000元左右的工资 她家的房子也租给了旅游公司 自从工作队来到这里的时候 之后我们搞这个旅游 可以说到去年跟今年的对比 去年就没有这么多人 今年的话好多年轻人也回来了 都在这边上班 由于一山半水环境独特 民宿旅游 高端民宿 高山无边温泉泳池等设施完备 竹山村如同一座文旅富旷 越来越多的游客被吸引到此度假旅游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的村民们 纷纷转身当起老板 导游和演员 收入也随之水涨船高 数据显示 2014年竹山村人均纯收入仅为1800元 到2019年人均纯收入增长到了12600元 对于竹山村的未来 刘建军信心满满 他说 工作队在规划竹山村旅游发展前景时 就会同当地政府创新建立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旅游扶贫新招式 引入旅游企业作为运营主体 我们有一支这个专业的队伍 在这里进行这个开发这个旅游 像他们这个都是在旅游市场 都是已经有很成熟的经验 而且他对这个后期的旅游开发 都有了一个很好的规划 所以说我不会担心这个 我们走了以后这个反军的现象